前面说到对付倭寇中国浙江沿海的明朝军队开始使用一种夺特的武器 名叫梨花枪 这种枪怎么来的呢 梨花火梨花这个烟花产品这些 这种石树记载 在宋朝时候就有这样的产品 你就是在黑胡药当中穿上铁杂子 然后呢老百姓放的时候是 放在地面上喷起来就像盛开的那个 或者因为是成白色的 就像盛开的一花 如果是打在枪就穿在枪上 那就是成火梨花枪 原来啊早在宋津时期 梨花枪就已经有了出行 到了明代这种枪啊逐步改进 成为了浙江沿海民军队属摸扣的第一火器 您来看 这就是国际专家杨基明教授复原的梨花枪 据丘海途边一书记者 令民间烟花改进的这种枪 深热距离可达十米以上 谁要摊上目标枪的严重作伤 现在的问题是 这种枪的烟火真的能够吞 八次算命书 雅成八次命书 是基于真诚八次推荐的一门占卜书 让大家推荐一位 研究八次命书 二十余年的道长 擅长八次算命书 西加峰田固域 零湖八次 道长微信 2088-2588 升到十米以上呢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个其中的秘密又在哪呢 专家说秘密就在于火药的配方 消贩甲是含氧的 氧多了 同时氮也多了 这样就产生的气息就多了 就消贩甲的量增加 会增加这个吞动的力量 那么这样的梨花箱 它的威力如何呢 它真的能够乐得住凶猛的窝口吗 接下来我们通过模拟测试 来看看它的实际效果 我们让试验人员穿一张隔热壶 这种隔热壶还在乎 无法烧 可以把它高温的 小度真的让人觉得很舒服 小的时候吧 就觉得他们防防住服 就是觉得很轻松 就是从放年发完这个 但是到后来 他看了面就火星 把扣通概率的 我就觉得本来那个吐刷了 害怕 确实面对大层火焰 让人会游着心里迫害 那么这种火焰的沙汤教所 和怎么样 火焰的温度在1000度左右 火花的温度要略高于 这个火焰在1300度 当然这个温度 就是这样一个温度方式 我们再来看实验 这个实验 我们使用了热层降级 这样可以轻松地看到 梨花墙层火焰的温度 而与猪肉模拟人体 则可以直观地看到火焰 最经济的伤害 结果 算质压 像这一样的比较 表面有一些散带的火药颗粒的烧伤 也就是它们燃尽的火药颗粒掉到这上了 它必须燃烧 在这表皮上有点烧焦现象 就在局部 火花浪在上支吞的时候 应该出现多二度烧伤 到常不会太严重 能看到的只能是散带的火药颗粒多伤 从热成像仪纪录的数据可以看出 火焰的高温区域定不大 烧射范围外层的温度则更是急剧下降 杀伤效果定不明显 但是从第一视角的情况来看 它对当事人的心理冲击却是非常大 面对这样的突如其来的火焰 任何人都会感受极大的恐惧 除了想而知 当年的窝口面对这种箱 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被火焰奔中 那个头发着火了 第一款衣服 它就是薄啊 不过 咱们刚才看到的 还只是明军使用的这种梨花枪 出去的